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栗战书的女儿栗潜心 成为河北省政协委员的消息 引起了海外媒体的普遍关注 在中国河北省政协最新公布的 省政协委员的名单当中 在700多人的名单当中 有一个特别邀请人士的这么一个名单 有68人 其中有一名名叫栗潜心的女士 就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 因为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栗战书的女儿 她的名字就叫栗潜心 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决定性的证据 说河北省政协名单当中的栗潜心女士 就是栗潜心的女儿 不过中国姓栗的人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 这个栗性是不在百家姓之内的 而且呢 全国据说只有三十多万人性栗 再说潜心这个名字也不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了 所以说从这点来看 这个河北省政协委员 栗潜心女士很可能就是栗潜书的女儿 而且栗潜书她是河北人 长期在河北当官 所以栗潜书的女儿在河北省当 河北省政协委员呢 在逻辑上也是比较合理的 自从去年开始 栗潜心就成为海外中文媒体的有名人物 去年香港南华早报啊 她报导了栗潜心涉嫌在香港拥有巨额不明来源的资产 后来香港的苹果日报又跟紧报道 她说栗潜心啊 在香港具有多处昂贵的不动产房屋 以及栗潜心的丈夫啊 她拥有巨额的香港公司的股票 关于栗潜心的这件事 我们在去年都做过专门的节目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所以说香港媒体对栗潜心的爆料啊 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具有法律上的那么一种证据 但是人们对栗潜心的怀疑啊 这个已经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了 当然了 因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原因啊 栗潜心的女儿 她是不可能直接出面来否定这些港媒的报道 但你不管怎么说 栗潜心啊 现在已经成为官二代腐败的一个重大嫌疑人 她是一个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了 这样一来的话 栗潜心的父亲栗潜心嘛 她肯定就不会叫做见死不救 她总要想一点什么办法来帮助一下栗潜心嘛 那么如果是这一次河北省的这个政协委员 栗潜心的确是栗潜心的女儿的话 那么栗潜心啊 让栗潜心成为河北省的这个省政协委员 这件事情就可以说看成是栗潜心啊 试图帮助栗潜心的一个布局或者是一个措施 据说栗潜心 她是1982年生 今年36岁 那么她的未来的人生 可以说还是很漫长 但栗潜心啊 她因为自己年龄的限制 她在五年之后是必须退休的 因此栗潜心啊 她必须要提前考虑好自己退休之后 栗潜心怎么办 如果栗潜心她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 那么栗潜心可能还不需要这么发愁 但是呢 现在栗潜心已经成为被大家关注的那么一个公众人物 一个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这样一来啊 栗潜心就不得不发愁了 现在啊栗潜心她具有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么一个身份 她可以用这个身份来保护栗潜心 可是五年之后栗潜心她退休了 所谓要人肘茶粮啊 那么五年之后栗潜心的问题如果再被掀出来的话 那栗潜心怎么办呢 所以说栗潜心她就需要考虑 在她现在还当官的时候 还有权的时候 她就要把栗潜心的问题给解决好 不能等到她退休了 那一切都已经完了 中国官员啊 她为自己的子女谋一个安全的出路 那么最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子女出国成为外国国籍 这样呢 即使这个官员本人她出了事倒了台 那么她的子女啊也可以在外国平安的生活一辈子 据说不久前落马的原政治局委员孙正才啊 他有三个私生子都被安排在香港 孙正才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 他挪用了所谓一带一路的项目的基金10亿人民币 就转给她的情妇在香港的一个空壳公司 所以呢 后来呢 这些钱啊 都是作为她的私生子将来在香港的 或者是他们将来成人之后的生活费了 孙正才这个安排呢 就使得她自己虽然可能被拿下入狱了 但是她的子女啊 将来还可以在海外啊 平安的富有的生活一辈子 那么如果力潜兴他是一个大家谁都不知道的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的话 那么力战书啊 他让力潜兴转到外国搞一个外国国籍 那么保证他有一个安全的未来啊 这个呢 还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但现在力潜兴啊 他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风口浪尖上的风云人物了嘛 你不要说力潜兴加入外国的国籍的 就是力潜兴出国 都会成为一个热点新闻 而且呢 这样的新闻呢 会给力潜兴本人带来很多的麻烦 成为他的政敌啊 向他进攻的一个绝好的材料 所以 现在这种情况下 力潜兴啊 如果想让力潜兴出国啊 这个呢 现在已经是一个很难实施的方案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力潜兴他就不得不考虑 让力潜兴留在国内 又有一个可以保证他今后安全的办法 在中国呢 如果你具有某种政治身份呢 他不仅是一种特权 而且他还是一层保护伞 中国的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呢 虽然他没有什么实权 都是一个花瓶 但是 如果你在出问题的时候 这个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他就是多了一层保护 因为撤销你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呢 就算是一种惩罚了 他可以免去进一步的 法律上的惩罚 可是如果你没有任何政治身份的 平头老百姓 你就少了这么一层保护 你就可能一下子就直接进入法律的惩罚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情况 中国的很多富豪啊 他们都非常积极的 他要把自己弄成一个人大代表 弄成一个政协委员 哪怕你是什么省人大代表啦 省政协委员啦 或者是人大代表 是政协委员 这也好 其实那些富豪们根本就看不上 什么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那么一点点经济上的好处了 但是呢 他们要这个政治上的身份 就是可以让他们自己啊 多了一层保护 因此 栗战书让自己的女儿 厉潜欣成为这个河北省的政协委员呢 也应该是基于这么同样的考虑 今后即使是栗战书 他退休了下台了 那么厉潜欣的 他这个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呢 也可以给他提供某种的保护 至少是多了一层的保护 而且呢 栗战书啊 让这个厉潜欣成为河北省的政协委员 他要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因为这个河北省不仅是栗战书的出生地 他更是栗战书啊 他政治上发迹的起点 栗战书 栗战书1950年生于河北省平山县 1968年他中学毕业后 作为知识青年就在河北省的农村插队 1971年 栗战书是作为工农民学员 他就被推荐进入石家庄财贸学校学习 毕业后呢 被分配到石家庄地区的商业局 在办公室里当干事 栗战书写东西的文笔不错 所以就被当时的石家庄地位书记谢峰看上了 他成为了谢峰的书记 后来这个谢峰啊 就成为了河北省的省长 所以栗战书他作为谢峰的秘书啊 也就跟着在河北省 可以说是一路当官啊 栗战书先后在河北省的吴基县当县委书记 后来又在石家庄当地委书记 后来又在中共河北省当省委的秘书长 栗战书啊 在河北的官场 他工作时间长达25年 就结交了各路的朋友了 包括他在河北吴基县当县委书记时候 就跟当时啊 在这个河北镇定县当县委书记的习近平 就结交了朋友 栗战书他在河北省的各种关系 或者说是根基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厚 所以栗战书啊 把女儿放在河北省 当这个省政协委员啊 可以说是最为放心的了 这也可以看成是栗战书 他为将来自己退休之后的一个 未以筹谋的安排吧 中国的官员他要提前对自己的子女做一个后事的安排 这也是因为中国政治啊 它是一个非常具有超高的风险性 在中国当官啊 他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了 其实啊 就是中国这个官越大 你的权力越大 风险也是越大的 自古以来中国朝廷里面被杀的那些高官 那些大臣啊 远远是高于其他国家 而且呢 中国这个高官啊 他的危险性不仅仅在自己了 他还会波及到亲戚朋友 子孙后代 这文革时候 很多高官啊 都遭到了残酷的批斗 而且他们这些高官的子女也同样遭到一些很残酷的批斗 据说啊 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 他在被批斗的时候 当时还在上高中一年级的薄熙来啊 他为了表示自己跟父亲划清界限 就在这个批斗台上对薄熙来是一顿狠狠的拳打脚踢啊 当时就踹断了这个薄一波的三根肋骨 不过呢 据说薄一波他并不因此而恨薄熙来 反而认为啊 这个薄熙来确实胆子大 居然敢拿自己的父亲开刀啊 将来一定会有大的出息 现在中国很多这个高官啊 他都被称为裸官 就是因为他们的直系亲属 他持有外国的护照 为什么这些高官要称为裸官呢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安全感 他们怕自己的子女啊 将来会因为自己的牵连遭罪啊 所以呢 如果你在外国拿一个护照 你就可以在外国平安的生活一辈子了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目前中共的高级干部的家属 他们的子弟啊 移民海外的包括在香港和澳门在内 一共已经多达108万人 这个数据啊就凸显出中共几千年来 这个独裁体制啊 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就是谁都没有安全感 不仅说老百姓没有安全感 就是那些大官高官他也没有安全感 甚至皇帝本人都没有安全感 这个本质啊 就反映出来中国这个人质社会啊 他的问题还是很大的 在一个人质社会 你一个人有权的时候 你可以无法无天 想把别人怎么样都可以 可是一旦这个人失去权力 他就成为了挨仔的羔羊了 别人想把他怎么样都可以了 所以说在中国啊 我们建立起来一个法治的社会 与其说老百姓受益 其实那些大官们啊 他们是更受益的 至少啊 他们就不要这么为自己的后代的命运 这么样的发愁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 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